莲永欣归宁宴会席开40桌连战,父亲的任务完成了。 9月在英国低调完婚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小女儿莲永欣,今晚举办闺女演,梁盛文在晚间7时40分左右从婚宴短暂离开接受媒体采访,对于莲永欣今天的新娘装扮,她说:"我当然觉得我妹妹很漂亮,婚礼每个新娘都是漂亮的。 至于是否传授夫妻相处之道给妹妹?她说:"我自己都在摸索,但凡是多人脉。 连胜文也转述父亲连站在婚宴上的致辞,终于四个子女都结婚了,作为父亲的任务完成了。 今晚归宁宴的地点选择,在台北市信尼区的五星级酒店韩舍爱美三楼也会通,现场接待区已经布置完成,不少政商名流都有送花篮,2014年连胜文餐选台北市长时的总部主委陈炯松就有送花篮。 到场接待区与其他婚礼相同放置有大张新人的婚纱照,虽然是办喜事,但连家十分低调。 现场饭店工作人员表示整个三楼场地都不对外开放,要请媒体到一楼媒体去等候。 据了解,目前婚宴已经开始上菜,新人也准备换装,连展夫人连芳宇唱了《包含你农我农》等三首歌曲作为祝贺。 主桌约可坐下20人,主桌座位由连展夫妇坐在最前端,旁是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,考试院前院长徐水德,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景彭,前副总统肖万长,前总统马英九,国民党主席吴敦业,国民党前主席吴薄雄,国民党前副主席习林峰正等一圈。 至于日前,因为前总统马英九,西书谈到太阳花事件与马王正争,两人虽然都坐在住桌,但没有比肩而坐,两人几乎没有活动。 郭英明宴会只有连展上台致辞,连展致辞时笑说,他都知道国民党内这些大咖婚宴会讲甚呢,王金平则是劝夫妻要以和为贵为真,所以就不请大家上台讲话。 至于谈到女儿与女婿时,连展也是开玩笑说,国民党大佬邱创幻女儿也是嫁给西方人,当时邱创幻说自己家是东西结婚,今天他也可以拿这个言论来开自己玩笑。 连胜文近7点40分时出面接受访问,连胜文表示,妹妹妹附近唱时母亲正在唱歌,到现在也还是在用歌声表达欢喜的心情,但是他并不知道母亲在唱什么歌。 至于父亲连战,连胜文说,父亲四个子女都已经结婚,各有归宿,所以作为父母亲任务已经完成,父亲今天很高兴因为最小的女儿终于也在台湾办了归宁,宴。 至于父母有没有感动落泪?连胜文则说,在英国伦敦办婚礼时已经落泪过, 今天就不用再落泪,妹妹妹夫已经回来,现在回来台湾几个月了,现在落泪有点奇怪。 连胜文说,他觉得妹妹非常漂亮,每个婚礼最受注目的是新娘,所以当然是最漂亮的。 当问到婚纱样式时,连胜文则说,抱歉他不是研究服装的,所以他不清楚。 连胜文表示,今天习开四十桌,主要邀请妹妹妹夫的好友,还有家族好友,他感谢大家不论是否有道场都给予祝福,他都感谢大家。 至于是否有简易妹妹婚姻之道,连胜文则笑说,他自己也还在摸索中,最多就是要凡事多忍耐,不要发脾气,健康,快乐,是哥哥最希望妹妹与妹夫坐在同一桌。 至于国民党天王齐聚,马王朱无都到场祝贺,排座位顺序是否有考量,连胜文说,今天是妹妹归宁眼不是国民党代表大会,所以没有顾虑到这层,马王无珠四人都坐在主桌游脸站陪同。 据了解目前朱立伦已经离开,大马王两人并没有并肩而坐。 晚间六时许受邀宾客陆续抵达,政治类别的宾客有,国民党主席吴敦业,新北市场朱立伦,前总统马英九,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,前副总统肖万长,新党主席与慕明考试院前院长徐水德,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,行政院前秘书长赵守博,教育,部前部长吴清基,嘉义市长当选人,黄乃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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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乃� 敏会总统府前秘书长辽乃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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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乃 媒体人的部分有名嘴郑立文名乃金 经济类别由远东集团总裁徐旭东,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,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郭仲亮,郑威董事长郭台强,副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,商总前理事长张平昭,商总理事长赖正义,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,艺人则有小S与张立民等 连家对于韩舍爱美酒店似乎情有独钟,连战于2015年一包下同样场地,三楼演会听并席开近50桌,邀请郑商明留参加,庆祝他80大寿和夫人连芳宇的50周年金婚